台中清水区有民众把爱车停在住家附近的路旁 结果隔天发现车身的左侧板筋有明显的刮痕 调阅监视器才发现原来有名男子骑着脚踏车 不明原因撞上之后就落跑了 车主把这个画面是po上网 要求网友帮忙来协寻这个男子 那么另外在市区的公益路 也有骑士没有注意到路况 在回堵的车流当中紧急刹车 结果失控自甩 宁建街道突然传出巨大碰撞声 单车骑士连人带车撞在地面 车子一度牵不起来 路人赶紧向前关心 5号清晨5点多清水区发生这起自撞事故 单车骑士在大马路骑到一半 疑似着手摸头就整辆车失去平衡 撞上停在路边的休旅车 而车主一早发现爱车左侧车头板筋 留下明显刮痕 但闯户的人逃逸无踪 气得将监视器画面分享到社群 要网友谐询 没想到却反被质疑违规停车 当事人认为骑士撞了就跑 这样的态度很不负责任 就算会被开违庭罚单 也要报警将对方揪出来 本件有监视器可厘清造势经过 详细的造势因素会在移情 将大座事故鉴定 警方强调自撞后落跑就是不对 将竞速约谈单车骑士盗案 另外日前下班时段 在台中市区也有一名骑士 疑似恍神 没有注意到前方路况 发现车流回堵 紧急刹车杀不住 整个人摔落地面 熟悉没有波及其他车辆 后方驾驶目击整个过程 直呼真的是惊险一瞬间 记得从网络声炫 台中报道